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想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个小东西 那就是束线袋 那我想很多人都一定用过束线袋 那我手上这边就有一些束线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最基本的束线 这样子一条 那这个就是比较中型的20公分的束线袋 束线袋有宽 有宽大小的宽度还有长度都有不同 这算是很平常的20公分的 4mm宽度的 那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电线 或是其他东西太长了 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束线袋把它束起来 那我们如果说把它束起来时候呢 我们就感觉这非常方便非常牢靠了 但是呢 就是说在牢靠之余呢 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解开的时候 这个就很麻烦了 大部分的人只能说 用这个 这个钳子把它剪断 因为它这个叫做自锁 自动锁住的一个自锁式的束线袋 你拉到底它就锁定了 然后 上下都不能 就是不能动了 就是自锁式的 那当然有些人比较节省的 就是用一个小针 这边慢慢摳把它摳开 那是很麻烦 也不容易摳 那一般大家我们都是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剪断 用剪刀或钳子剪断 然后你又恢复线的自由了 那 这个是一般人常用到的束线袋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种束线袋 其实长得很像 非常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长得非常像 这个头 非常像 只不过呢 它这边又多了一个 一个可以拨动的一个 一个 算是凸起的 凸点 可以 一个手柄 那我们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假使我们这条 电线太长 我们要把它绑起来 那当然我们就是 把这个束线袋 这样穿过去 好 就绑紧了 有没有看到 绑紧了 绑紧以后我们如果说今天觉得太紧 或是我们要把它松开来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地方压下去 这个地方压下去 它这个卡榫就松开了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 可以把这个 往后退 往后退它就可以 可以松开了 它就是 就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 因为你看 我们把这边 一压下去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可以 可以后退 又可以拔出来 我把它离开这个 这个线 我们这样也许大家看得清楚 插上去 会卡住了 卡住了 你就拉不开 那你要松开 就是这个一压 这个可以抽出来 因为它是靠一个卡榫这样子 拉不动 压下去 就拉得动 就是这么简单 那 虽然这是一个小东西 但是就是说 也有很多人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如果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就买一次树蛋以后 就不用再买了 因为你都永远可以从物使用 而且这种树线带又不会坏 这个 感觉使用年线还蛮久的 那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那虽然这个树线 是个很便宜 又很小的东西 但是呢 它也带给我们很多便利 那如果能加上这个 可松脱的功能的话 那又更方便了 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去使用这种 这种可重复使用的树线带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